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坦克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陷入新婚之夜死循环的惊悚科幻片 收割伊丽莎白 亨利是一个伊万富豪,新婚之夜他与莎白度过得非常愉快 这个深山大别墅里还住着亨利瞎了的儿子蝦傲 和一个看起来怎么都不像用人的克莱尔 第二天亨利带着莎白参观别墅 他告诉莎白这个别墅里的所有房间和财产都是属于他的 但是只有一个房间,莎白绝对不能进去 随后就出差离开了 莎白就是一个中了大奖的普通人 看着别墅里的一切,总是觉得不太真实的迷茫着 晚上莎白怎么也睡不着,那间绝不能进去的房间 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诱惑着他 好奇的莎白推开门走了进去 发现里面放着六个休眠仓 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躺着一个插着管子的女人 长相和自己一模一样 吓得他一流烟跑回了卧室 等做一个噩梦度过了夜晚 天亮后亨利回来了 他似乎早已洞察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面无表情地把莎白杀死了 第二天亨利和别墅里的另外两个人习以为常地将尸体掩埋 然后他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平静地吃完了早饭 用人克莱尔的身份也暴露出来 他是亨利的助手兼情人 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开始 又一个长相一模一样的莎白被亨利迎娶过来 和上一个莎白一样 亨利带着他灌完别墅 并且重复着那句好像咒语一般的 让莎白最好不要进去那个禁忌的房间 百无聊赖的莎白 在命运的指引下再次走进了房间 看见了一模一样的自己 被吓回了卧室 另一边禁忌房间里躺着的新莎白被意外惊醒 睁开了眼睛 亨利回家后依然准备着要杀死莎白 但如果电影是死循环还演什么 就是这一次 亨利将要把沙白杀死之际 沙白忽然手起刀落,插死了他 正当沙白手足无措寻找逃出这个魔库的方法时 夏奥和克莱尔回来了 他们到家的一瞬间看到沙白还坐在沙发上 就明白亨利出事了 克莱尔吓坏了,直接晕倒在地上 夏奥的表现却与克莱尔相反 他带着沙白一起将亨利的尸体扔进了粉尸炉 随后将房间里的真相告诉了他 这是亨利的一个阴谋 他制造了六个基因相同的克隆人 本体就是亨利的王妻伊丽莎白 而且他的眼睛就是被亨利弄瞎的 瞎偶威胁沙白 让他念克莱尔的日记给自己听 一切都发生在几年前 亨利因为思念 克隆出了已故妻子的基因 为了让克隆体不会出现和妻子一样的病症 他找来了基因专家克莱尔 起初项目进展得很慢 克隆出来了很多沙白 都因为各种原因以失败告终 亨利逐渐疲惫准备放弃了 但克莱尔与亨利逐渐生出了情愫 只当两人准备放弃这个项目的时候 克莱尔忽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 一个完美的沙白被克隆出来了 亨利和克莱尔说自己已经放下了 但是还是想和沙白再经历一次新婚之夜 就这样亨利陷入了自己的贪婪之中 他告诉克莱尔 克隆的沙白不像真实的人类 只有在自己杀死他们的那一刻 他们才能给自己真实的感觉 因为克隆人不受法律的保护 他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妥 亨利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 在一个又一个克隆沙白中 寻找快感 然后再杀死他们 他每次告诉沙白不要进去房间 其实就是放下一个诱饵 找到一个杀死他的机会 而夏奥其实也不是亨利的儿子 而是他年轻时候的克隆体 夏奥用刀抵住沙白的脖子 让他告诉自己 他的真实身份是不是克隆人 沙白担心他情绪失控 就告诉夏奥他是他自己 不是谁的克隆人 同时趁着夏奥放松下来碎诱他 并把他放倒在地 这时之前被惊醒的新沙白 拿着枪走了进来 两人开始相互指责 各顾各地解释起来 拿枪的新沙白不知道相信谁 走火击中了两人 夏奥因为挡在前面当场死亡 中枪的沙白挣扎着跑出了屋子 但也因失血过多倒下了 临死前他在新沙白的耳边 告诉了他真相 新沙白也离开了别墅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有钱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再让你帮我 继续